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10月16日晚 myradio八週年台慶聯歡晚會 還有少量門票 各位可以把握最後的機會 在辦公時間中打24673088 預約買票 到時見啦 好 回來逢星期四晚 見國賢集班的時間 現在是晚上九點二十點 有我鄭松泰和阿近 今晚都是六播 還是六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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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剛開始 剛剛開始 那我講的是什麼呢 我們議員公民 在香港不同的各區 都是由六播手續 已經開始去下區 跟街坊拿下提名 那些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因為始終我們這些激進派 在地區裡不要裝腳 其實在街坊上的了解 認識也不是那麼高 所以有賴的就是 那麼多位的支持者 真的大家主動幫忙 看到他們跟他們打招呼 拍了兩張照片 告訴你們 這裡有二血公民過來搞事 這樣就OK的了 大致講一講那個什麼區 現在暫時是港島兩個 九龍就兩個 新界兩個 積極考慮的 積極考慮就參與這個 接下來的區議會選舉 至於在詳情 大家自己留意 各個候選人的個人專業 那你首先去我那裏就可以找到他們了 OK 即是你要Like了我 跟著找他們就行了 那大致講到這麼多 因為始終這段時間 大家都是早五晚 然後地獄 其實不是地獄的 叫做早五晚頻密地下區 那所以就是 都有一些 有些什麼 有些疲態的 見到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沒那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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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這樣講一下 賣小強 但我們又不需要 有時間收 對呀 有時間收 現在才剛開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廢話不多說了 今晚我們說什麼呢 今晚還在印度 今天出第一幅圖 第一幅圖 第一幅圖 就是這位 文質奔奔的肥仔 孔高峰 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巨大的公位 是一個很巨大的公位 那當然了 對孔高峰來說 香港的政壇和社會界消費金地的人 我猜100個 99個都不知道他是誰 99個都可能有沒有極端的那些 98吧 可能讀法律的那些 是不是比較懂 或者社會 特別是以前做過基本法 但難得說 難得說 黃慧倫好像是一個 我們不太喜歡的媒體 就不是端傳媒 就弄了一篇文說 現在香港法律界最大問題 一直以來就是一個職業訓練 就是我來訓練 應該是 是嗎?我沒有看 這個是哪個呢 就是有印度憲法之父 呼且譯他做安貝卡 有些很翹口的譯名 如果你去維基百科學中文版 我就不用我的譯名 那個叫什麼 總之我鬼翹口 安貝卡其實多數在台灣 台灣的法語通常譯做安貝卡博士 有四個博士學位 好像說 是 但怎樣有四個 法學 但很奇怪 他在哥倫比亞 他在英國和美國 各自讀了一個 經濟和法律的博士學位 我不是說經濟和法律 還有一個是政治學嗎 不是 是兩個 各自不同的 各自兩個的經濟和博士學位 但不是經濟和政治學位 有些是副修 有些是副修 例如社會學 政治學 他就是創立工黨的黨魁 他是否是黨魁 還是一之一 我記得當時大概是1937年 三幾年 他跟當時 那一刻也是 金地還在議會 這個黨魁叫做獨立工黨 創立工黨 先不要這麼快 我們去第二幅圖 好啊 第二幅圖正在推出 這幅圖正在推出 他的銅像是在印度無處不在 但最近變成這樣幾個東西 為何會這樣呢 先去第一條影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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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不要 那時候 我 那時候 我 不知道他 這套戲叫做 Jay Bean Comrade 香港就譯作 反種性的歌聲 反種性的歌聲 那套戲剛才大家看到 一開始在說 其實間接解釋為何 這個銅序現在變成唯一鐵籠 因為有一個不可接觸者的社區 一定有他的銅像 有一天一覺醒來發現 有些人是把爛鞋掛在銅像的頸上 這是一個很大的侮辱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為何在不可接觸者 他們那些社區 都是很普遍 幾乎是每個社區都有的 都有安倍卡的銅像 因為他就是不可接觸者出身 他自己本身出身就是不可接觸者 但甘地不是 甘地是婆羅門 甘地是婆羅門最高的層 就是這樣說 但其實兩個 在以往都是同樣 反種性的不平等 但是 就是說 安倍卡為何 我都奇怪 大家可能 甚至我們自己都是 因為這套戲 還有準備資料才是比較多 對他們少了解 但是他在印度 是被譽為這個 印度憲法之父 這麼誇張 而且甚至現在影響的是 你是很想不到 印度的憲法 是一個他們 總政階層最低的人寫出來 但如果這樣說 也很諷刺 你制定憲法的人 現在用狼來困住他 其實以知照他在生的時代 其實不害接觸者 是不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 其實是可以被處死的 但總實在那些人太出名 而且他 太厲害 就沒有人敢動他 很厲害的程度 是怎樣去到什麼地步 就是拿四個Degree 拿四個Degree 還有全英美的大校 就是 如果最近用教育學院 某一位 名不見經傳的教授 他沒有二百倍那麼厲害 但至少我想 他的自動力應該不可以二十倍 不可以的二十倍 我們十倍 十倍那麼少 但是 你摩托斯一點 不可以也不猜 我意思是這麼多 我明白 但是當然 因為為什麼會叫做 印度憲法之負責 就是去到印度立國 所謂獨立的時候 不是立國 印度獨立的時候 制定憲法的人 是連甘地都推舉他去的 就是去到這樣的程度 那個水平 那 那 大概 大概 有印象 總之阿近會覺得 就是 不可以是 A級的 他就是十倍的 S級 這些是最頂級的 如果 寫一本 二十世紀 名人列傳的話 是一定要有一個 chapter 還有聽說 他的憲法 是這麼多的憲法制定裡面 最長的 就是在那個仔細程度 還有對於那個設計上面 是最 最原 最怎麼說呢 不是原備 最周全 最周全 剛剛我們有說到的 就是在那條片裡面 是有 一些特別的地方 正在回應著 就是 為什麼現在開始找東西 找一個鐵籠套著他 就是因為 剛剛有提過的 就是他是 一些不可接觸者出身 那他一生人都是 在這個 種性運動上面 作出很大的貢獻 而最後印度憲法 都寫了各級種性是平等的 但實際上 你寫了這句憲法 現在印度的做法 是怎麼樣 大家有眼看的 但我奇怪 那什麼人先把那些拖鞋子上去 就是這麼說 你看到後來的trainer 是有個穿白袍的人 在講過激昂的演說 其實就是那些 就是印度教的原教師主義者 然後有一句對白說 我們要拆掉那些精神寺 那些精神寺都會拜神 但是他拜的那些神 不是我們要拜的神 還有他在講 就是我們這個井水 都不應該給他喝 但是這件事 我都沒有想過 其實也不是沒有想過 我記得在那些三四年 其實有一堆西梅 Time 故意走過去 做一些紀錄片 是專拍現況的不可接觸者 特別是女性 特別是女性 你剛才所見到的就是 後來其實是那些 是印度教原教子主義者 那些那些女性 但是有些片段 比如剛才有一個鏡頭 是拍著一群女人 去抓著那個女生 然後故意扭她的樣子 對著鏡頭 那些的情況 其實是一些現況的羞辱 雖然說是 untouchable 但是去到的時候 當他去到被人羞辱的話 他們是用盡方法 那其中一個就是 剛才那些銅像怪 那些拖鞋上去 是搞到那個不可接觸者 整個區是搞到暴動收場的 就是開廠 看到剛才是有些人分手 那些是開廠打死人 是打死人的 還有我想其實最主要 因為大家以為的 已經是所謂民主社會 其實真的是民主社會 但很不幸就是 印度是一個不斷被反對民主 人們拿來抽水的地方 所以它現在也是一個新興市場 它也是金磚四角之一 近一兩年來 我想印度負面 罵得最厲害的就是大陸 強姦案 還有你見過的 一有印度強姦案之後 跟著大陸的新華網報道 或者是環球時報那些 就立刻說 印度你看看有一個民主 那些人就到處去強姦 人又沒事 其實你如果說印度黑暗面 它也是一個地獄鬼國二號 但問題就是 前陣子我看了一段新聞 就說一個印度國會議員 解釋為何印度那麼多強姦案 最壞都是因為有些進口緊身流洗褲 以及來自中國的便宜手機 類自中國的便宜手機 竟然可以這樣解釋 跟我們全國無關係 緊身牛仔褲大約要理解 即是說他現了一個洞友太近 因為本身那些印度裝是沙 但這件事其實有點複雜 因為我們剛才有說過 安倍卡是整個所謂的 總性不平等的運動裏面 最重要一個人 也是後來的 就是印度獨立之後 就是一個制憲 就是最主要的人物 但是他那一生裏面 其實有些什麼發生過 是導致的 就是他在這一個上面的追求一直 其實他一輩子 就是做這個總性問題 然後就做修憲 修憲就是為了總性問題 是 但是有什麼事情發生過 又或者有什麼經歷 你有沒有大概 其實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金子是國際知名人士 很大程度是因為80年代 有一套電影叫《金地傳》 這套電影其實不是 印度政府其實是有協助拍攝的 有參與的 其實你如果看回八九文文的歷史 為什麼那一班學生領袖要主席 其實就是因為那一陣子 就是合運八卦之前前一陣子 北大青華校園是播過《金地傳》的 他們就馬上想到這件事了 還有那個播法 是慢慢在三角地步的 我大概有記得的就是 但是安倍卡不是 而安倍卡在這齣電影是沒有出場的 是沒有出場的 還有最誇張的地步就是 其實在香港我們去講 譬如關於印度的獨立史裡面 很多關於《金地傳》裡面 同語印度獨立史的書 裡面關於安倍卡是兩版紙 兩版紙就可以把一個這麼重要的人物蓋過 而同時譬如舉例 他當時說為什麼會重要呢 因為其實他的心平都是很常見的 譬如說一些賤民 其實不可接觸是一些賤民 為什麼他的前半生或小時候 是有這麼大的動力 或者是這麼大的決志 就是一直以來都是 那些賤民就是要鋪一些東西 鋪著屁股坐車、鋪一些麻布 甚至是上學的時候 跟著有個水龍頭 是給其他的總繩可以開的 只是自民就不可以碰水龍頭 要用警察才可以開的 這些東西其實在其他很零零碎碎 他有一些關於安倍卡的時跡上面是有 而他的家事很有趣的 他爺爺是幫東印度公司組織議員 然後他爸爸是不在印度英軍裡面的下級軍管 他有時候要靠著英國人才有些社會地位 其實是一敗算紀錄教 這件事其實很有趣的 英國的殖民統治有一個成功的秘密 就是他尊重當地傳統 其實早期東印度公司的官員 後來把英國殖民政府的殖民官 是很不想英國的警察派全教士過來 他知道這些全教士一來到 通常信九州基督教一定是低種性的人 他靠這件事來向上爬 而令到一些印度教徒來舉不破 但這件事就會破 令到英國統治引渡很棘手 為什麼會是通常那些自民走過去的 有東西派的 基督教教學會派的 跟香港一樣 當年派麵包 跟晚清的教案一樣 信耶穌那些人通常也是 在滿清統治下地下層的人 但也因此 那些所謂的不可接觸者 依靠著整個基督教過去的 物質上的援助 就是物質上的支援 但也因此令到印度不同種性之間的內部 有一個衝突 有一個矛盾 而有趣地 安倍加開頭他讀完書回印度之後 他開頭是 英國開始是在地區做自治工作 他是有參與 去讚寫自治的法例 而國大黨其實不太喜歡他 覺得這樣做是 背叛整個印度的 爭取全面自治 或者最後獨立的運動 也因此 他在過程中 慢慢進入了議會 對 慢慢進入了議會 我想他也會贊同 甘地的那套 菲伯律抗爭 但很有趣 他的抗爭對象其實是 整個婆羅門階層 他就是帶著一群不可接觸者 走去印度教一些廟 說我們要進去做禮拜 但是他們已經看到 那些廟足看到 當然是大吃一驚 就立刻刪大閘 但當然 這個不合作運動的結果 就是令到寵廟連普通信順都進入 即是連婆羅門的信順都進不去做禮拜 但他的效果就是 他是覺得總性問題 他就是為婆羅門階層 增加官製成本 是啊 但婆羅門階層 但他也是被受阿迫的一份 當然 以婆羅門階層為主的國大 都會覺得這個人不是指向政權 為何你把槍頭指向我們 亦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跟甘地有個分歧 真的很多論戰 就是甘地會覺得 雖然你們都是戰民 但在那個印度教的傳統裏 你也是有一定的所謂地位 甘地會形容不可接觸者 他不會叫他賤民 甚至也不會叫他不可接觸者 他會說你們是神的子民 因為你們要做最卑微的事 其實你們是最偉大的 但安倍一聽完之後 這樣搞法 你就是避免我們永世要做最卑微 最卑賤的工作 因為你說你是現實你是戰民 甘地就說你是賤的 但你是神的子民 所以你是很高貴地賤 意思就是合理化了 我是戰民 你明白那個意思嗎 其實耶穌奇說過很類似的說話 將來在天國最卑微的 會變成最高的 甘地就拿出一句 後來離彩迷批評這些是奴隸的信仰 還有虛妄 但這個說法在左膠經常說 你看看我們多卑微 我們將我們的身軀塞到最少 我們不要反抗 在那個情況下 你就能夠突顯到我們的愛 大愛和和平 於是那個極權就感動了 其實都是同樣的logic 但老實說我覺得 當然我們拿回來香港現實環境 我覺得這樣的左翼是很荒誕的 為什麼我還會責任自己的左翼 就是每一次我見到 有些阿公、阿婆在那裡推木頭 我覺得是香港的disgrace 香港的社會應該是福利制度好 沒有這些東西是絕跡的 但如果是這樣去對比或比較 在印度的話 其實到現在那個不可置屋者 那個情況都是差無幾 但前提是現在已經是有憲法 有民主制度的保障 於是我們要怎樣去看這個情況 因為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現在追求希望有一個民主制度 但實際上 當你去到一個現實的例子 就是印度 他經歷過獨立去殖 的確去殖 還差了軍 還打仗 我們上一集有講過鮑斯 鮑斯也是因為這樣 又去找納粹軍 又去找日本人 試圖想走去玩聯絡龍共 所以他經歷的東西 其實比我們當然更加豐富 但最終感覺就是他爭取到獨立 但實際上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我們現在都在印度 我們都會覺得他是一個第三世界的地方 好過強國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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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未必 我們的平衡會這樣 但我覺得香港大眾會覺得 強國好過印度 其實是因為我們這些大中華的民族三文主義 因為香港人那種炎氣壓差 這種心態是根深太固的 這些是沒有香港人會形的 但其實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尾聲的 其實我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跟一個社會界朋友看的 其實他退隱了很久 他也跟我說了 在NGO界曾經有一個故事 接過一宗案件 是印度的外傭被人虐待 聽一下故事 原來請他那些是婆羅門的印度有錢人 他說去外傭公司請外傭 那他請他回來香港 他就在香港被主人組織 故事要請他回來香港奴役 對 但這件事呢 對我來說 其實這件事是在我身邊發生的 太古城其中一個重要的小數 日本人和韓國人之外就是印度人 我相信我的印度人多數都是婆羅門 那不是你這樣說的 其實現在是多了印度人在香港居住的 太古城是你可能在附近 但我見過紅磡譬如本土浩亭 譬如甚至去到天災 是多了很多有錢印度人在這裡居住的 你可以想像多過多幾年 如果枝爆繼續下去的話 分分鐘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變了印度 現在美國有負責 我經常在想像 那幾年之後 香港那群怪獸家長 會不會逼他們的子女去讀Hindy 不奇怪 他們都畜然負勢 因為讀Hindy之後 就是顛覆了我們 剛才所說的那種 香港人對阿叉的歧視 那種金身體育的歧視 你講一講一講 現在真的懂得混亂 你現在應該學印度語 就是這樣說 你還靠大陸 你又懂普通話 即是比喻 你又懂中文 又懂英文 你沒理由不立同這個Hindy 可能到時會有華人 可能在太古城會出現一些 華人和印度人混合在一起的 但這個可能我們有扯了少少遠遠 但因為剛才我們播放的trailer開始 有一個片段我覺得有趣 就是想到什麼時候在那裡唱歌 那個其實是一些 因為那套戲是講一對 尼不後接觸者組成的樂隊 是周圍去那些蛇里區那裡唱 即是唱一些抗爭歌曲 即是激勵他們 因為剛才我們提過 就是這套戲 就是叫做反種式的歌聲 其實可能大家不太明白 為什麼會跟歌聲有關 或者跟音樂有關 其實說來說去就是因為自民 連唱歌都不行 即是有一個這樣的背景 自民在那個印度社會裡面 即是識字率很低 即是識字率很低 你不是靠唱歌來做政治傳訊 是啊 所以其實我們說抗爭唱歌 我們不是反對抗爭運動唱歌 只不過你們唱的唱唱歌 變了微微之音 他唱唱歌真的唱歌 他真的唱歌 到底歌詞有什麼合議 應該要唱什麼歌 也都是因為的 就是在這個總聖制度下 唱歌本身就是一個抗命 即是一個反抗 對於總聖制度的反抗 以及背景是這樣的 有憲法 但憲法不能實行的話 你保障不到那個總聖平等 他要到處去唱歌 去推廣那個總聖平等的理念 或者想法的一些很正常的看法 第一節我們有一條trailer 因為時間差不多 第二節回來 都是有另外的片段 第一條片段 那出電影的第一條片段 我們先休息一會 10月16日晚 MyRadio八週年台慶聯歡晚會 還有少量門票 各位可以把握最後的機會 在辦公時間裡打 24673088 預約買票 到時見啦